有看我们原来视频的朋友会知道 这只狼狗原来的皮肤病是非常严重的 在它原来狗主人家里差点就要死掉了 但是经过咱们一段时间的调理 它已经彻底恢复了 今天咱们天气不错 放这两只狗狗出来自由活动一下 我发现另外一只中亚牧羊犬对这只小狗很感兴趣 这只中亚牧羊犬目前的年龄是一岁多一点 还属于半大的小伙子情窦初开 刚刚放出来的时候一直追着这只狼狗到处乱跑 我看它是探上它了 如果中亚牧羊犬搭配这种大狼狗会生出什么样的狗呢 估计连耳朵都不用剪了 这只150斤的大中亚又是一岁大狗 虽然它的个子很大 但是性格还没有彻底的成熟 就像一个小狗一样 我们本地有很多羊犬的朋友也很想用它们的狗来搭配这只巨型犬 感觉搭配这种巨型犬出来的后代肯定是非常有意思的 但是这只狗目前还不会搭配啊 它还没有学会那方面的能力 估计还是年龄太小吧 这种巨型犬成熟的时间会更长一点 像德国牧羊犬之类一般10个来月就知道如何去搭配了 这只中亚现在还没有那方面的感觉 它只是对其他的狗非常感兴趣 但是对于其他公犬的话攻击力是非常强的 特别是体型越大的 体型越大的公犬 这只中亚冲上去就会直接PK一顿 拉都拉不住 而且由于战斗力太强啊 其他的狗往往受伤都比较严重 所以我们现在都尽量避免它跟其他的公犬待在一起 后期跟其他公犬待在一起遛狗的时候 一定要给它带上口笼 以免发生危险 近期我又想去买狗回来养了 有很多人让我买几只库达犬或者高加索犬回来养 其实高加索已经被我们排除在外了 因为高加索犬跟中亚牧羊犬血缘很接近 如果将高加索犬的毛发剪短的话 你会发现跟中亚十分相像 但是我个人不太喜欢养长毛狗啊 像库达犬之类的都可以 我最理想的是想买一只纽波利顿犬回来养 我发现那狗傻的很可爱啊 外观很有意思 就是卖纽波利顿犬的卖家非常少 而且价格也挺高的 我看一下动不动价格就过万了